好对于这次交通部他们所公布的这个国道三号走山的调查报告 当然那个受害者的家属是愤愤不平 甚至呢觉得相当的错愕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则报道 一般人说往生的话照片都说起来 不一样我就是偏偏要看可以看到他 李爸爸指着过时的女儿的照片相当不舍 距离国道三号的走山意外已经一年了 交通部11号公布调查报告表示没有明显的人为疏失 我非常惊讶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交通部原始设计中没有将国道三号化为顺向波 但这次的报告却将此地定为顺向波 我们回头去看他的设计 设计图的时候在设计的是当时 他们几乎是没有谈到顺向波这个词言 所以他不认为他是一个顺向波 将来可能是一个顺向波的破坏 顺向波这种东西啊 这个根本你叫大学毕业生他就会看了 沿层风化地下水渗入等渐进式破坏 怎么设计的时候都没有想到呢 我希望他们知道我们真的是在等 对我们我们希望有一个结果 对这种结果很痛 一年了对我们来讲是很久 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的事情 对我们的亲人只有一个 不仅监察院学者也不同意交通部的说法 对死者家属来说没有人为疏失的说法 无疑是另外一次的打击 回顾这个相当让人觉得非常遗憾的不幸 当时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走山的意外 我们来看就在去年的4月25号 那么事件发生 结果三部车遭埋四人当场罹难 而马总统呢他也亲自到了现场 不过他说我心里面有点毛毛的 他对于走山原因不明 说出了这样的话 隔了两天监察委员就申请自动调查 而如今我们看到周阳山提供的报告 那么在4月28号呢 高工局指出国道3号全线32处顺向坡 而新军阳吴敦义要求要全面体检 30号当天交通部说要以最快的速度 协助家属提国陪 那么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交通部后来所端出来的报告 是指指没有明显的人员行政疏失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看 到现在这个国陪公文还在旅行吗 事实上他这个里面我们看一下 交通部去年11月已经把这个国陪案送到行政院去 但是呢因为行政院要求要补充内容 今年2月就又退回来要你重送 那交通部呢上个月又把他送回了行政院去 那么当然我们看一下交通部 他不是以人为疏失为理由受理国陪案 而是根据所谓的设施欠缺 最多可以理赔的金额甚至可超过千万元 而且四个人的国陪额度可能都超过八百万元 那么一永哥请教您啊 其实这个国陪啊 他是不是真的拖太久了 这是一点 这个当然家属他们是有一些不满的 再者就是刚才其实也听到段教授说 其实你还可以甚至啊 用法律的诉讼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反扑 你个人认同吗 段教授刚刚讲的那是有他的道理啊 不过根据我对逃法院的经验来讲 现实面 以目前司法实物来讲 你说什么什么 矿子之后量成障害这种 大概都不会成立了 但是国陪是一定会成立的 那既然人都不开车去那边啊 你走山马来压死了 你说你政府都你都没有责任 那这种情况这样 没有刑事责任 但是你一定有行政的输出 也有人不受处分 这种情况下怎么能不国陪呢 既然要国陪 快一点啊 那我觉得行政院很奇怪 假如部都已经在说 同意他国陪送行政院 你又好像在补什么资料 不补资料 没有那么详细 你就赔不出去吗 就赶快赔啦 家属也比较心平气和嘛 反正你一定要赔的嘛 是 段教授 这个4月25号发生的 5月初呢在国道3号 跟国道2号交汇口 就是在三峡 英哥那一带 那高速公路拓宽工程 有一位50出头年纪的工人 第一天上工压死在里面 结果就包穿就赔了一千万了 人家是去做工 对不对 自己还有疏失 我开车路过 我怎么知道你路会垮下来 中华民国的高速公路可以垮吗 对 教授我请教您啊 那其实像刚刚你有看到 就是你也拍到了 就是现在其实呢 都已经真的像行政院长 乌敦毅去年当时的要求说 全面总体检哈 那这是不是真的能够发挥有效的效果 不至于让悲剧重演 那我们其实看到监察院 他们提供的这个报告里面 他说国道3号设计到现在已经有20年了哈 所以呢工程安全系数哈 已经不合时宜 建议交通部公共工程委员会有必要建立更严格的工程标准 去加强道路安全 您认为有必要吗 加强道路的安全提高 他标准我是赞成 是 就是说我们生活好的当然标准都做高点 我穷的时候只要吃饱饭就好了 是 这是我赞成 那刚刚您谈到一个问题说 现在我知道他们总体检 但是总体检查出毛病 有没有去保养维修还没有全部做 因为他可能实陈经费的关系 所以现在我们用路人还是有风险 我今天早上 那我们要如何自保呢 那如果自保我就讲个开玩笑话 你如果走国道3号在关西新竹那一段 那一段也是顺向破 那一段85K加600垮好多次啦 我每次走那边我车都开内线 开这个内线 开边线 如果像这次垮我也跑不掉 走内侧车道比较安全 反正说我爬少一点之一 盖一个车道我盖不到 盖两个车道也盖不到 盖三个车道我就认了嘛 所以很可悲 走高速公路会爬 这是想象不到的事 我昨天在这里谈 就是说我们去山上玩 你如果走什么终横公路 你会看那个标志什么 落实危险 对不对 落实危险后面几个字没写 就砸死自己负责 那我也认了 因为这事实上人力不敢抗拒的嘛 你这个高速公路编破 说你做人工消的 你人力可以抗拒的 你做得到 硬注意 能注意而不注意啊 是 这硬作为 能作为而不作为 这怎么不构成不作为罪呢 好 确实如此 只是我们的法官 他没有人民法律的情感的嘛 好 另外我们来看啊 这个除了监察委员周阳山 他有提供一个报告 另外一方面呢 包括了监察委员叶耀鹏等人 他也调查了什么呢 就是新生高闭案 结果呢 这个结论是台北市政府 是没有行政疏失的 我想是不是 立委你可以先来谈一下 你认为 因为当时这个弊案 是吵得沸沸扬扬 而且还有大动作 简单人搜索的 这个记忆犹新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监察委员 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报告 您认为呢 没有行政疏失 好像是蛮明显的啦 因为当时很明显 就是说 遇到了那个原物料高涨嘛 所以在新生高 他要在发包的过程当中 当时全国的所有公共工程 都发包不出去 因为你当时的那个价格 没有人要做 但是呢 他又要办花博 所以说呢 那市长就政策性的指示 是说一定要 要尽速的能够完成发包 这样新生高的那个改善的工程 才能够做嘛 所以他们就 就希望能够改变这个 就是说发包的那个 所以基本上你不能够说 因为这样就使得 他在行政上面 或甚至于说 有这个什么法律的责任 所以我觉得在行政舒适上面 是应该是没有 那比较有争议的是说 他们说那个信件的往来嘛 有没有特别的为他改标 那这个东西呢 似乎就我们的理解 好像在法律上也很难成立 所以在那时候 检察官不是一直说要约谈吗 后来好像也都没有嘛 那我觉得就是说 当然我们很尊重 司法所有的调查啦 到底这个事情里头 有没有一个弊案 也是希望司法 还给大家清白 如果有就绝对不宽戴 那如果没有的话 就应该还给当事人的清白 那当时因为是在选举期间 就变成是非常高度的政治化 那但是这个东西不管是监察院的调查 或者是司法的调查 总是会有水落石出跟落幕的一天啦 只不过当时大家当然是很担心 就是说 哇那选举选赢选输 这没得透了啦 那当然现在选举也已经落幕了 该查的还是要把它查完 嗯哼 嗯哼